現代人越來越重視動物權 許多人也將寵物視為家人 希望可以跟寵物一起搭車旅遊 高雄市政府為了落實動物友善理念 與高雄輕軌和民間團體合作 共同推出人狗共享的輕旅行活動 讓狗狗們不必被裝進籠子或箱子裡 也可以全程落地享受旅遊 就是狗權沒有像在國外這麼方便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我們四族要有更有公德心 然後要表現出更好的狀態 給大家看 大家就會更開放 然後就是很不錯的出體驗 可以知道說高雄很努力的 在做友善 寵物友善這一塊 我們也結合了20組的大小狗狗 那麼從一開始從伯二的大驛站搭輕軌 那我想這個專車從到美術館的 這個內偽藝術中心站 再來看我們整個的這個吉娃娃 可愛主義風的吉娃娃的這樣的一個化展 讓我們所有屬於這個友善城市 尤其是動物友善城市 是起脈市長最重要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們來身體力行 一般博物館和美術館大都會禁止 卻攜帶寵物入館 而內偽藝術中心則認同狗狗是長期 陪伴人類的動物 也是社區與家庭的一份子 因此在這次的旅途中 特地用一日毛孩開放日 打造實驗性的人狗共享空間 讓藝術中心也嘗試開放給人類以外的群體 顛覆公共空間 只專屬於人類的定義 那麼只要可行我們再往前跨一步 只要可行我們再往前跨一步 我想這些部分都是我們該做的 那也希望我們所有大多的這個 有狗狗的這些的家庭 大家也都有這樣子的認知 大家也希望讓自己的寵物照顧得更好 可以在這個社會的大眾下 大家的這個相處下 大家能夠共融相處 也希望高雄市變成是一個 很偉大的友善城市 這次活動的四主們 也都事先完成相關訓練課程 能夠自主引導狗狗實踐外出禮儀 並隨時注意環境整潔 才能讓活動順利進行 這次活動同樣也希望 扭轉社會大眾對於毛小孩外出 會造成髒亂、吵雜的負面形象 其在創造互相理解尊重的城市氛圍 讓人狗外出相伴 成為城市美好的景象之一 記得朱敬為高雄報導